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由戴戴,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野人岛第235期 上一次呢,我们杀死了神兽玄武,从他身上获得了矮人铁锤 这个铁锤的攻击力还是挺强的,只不过攻速倒是有点慢了 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去到另外一个别墅里面,因为另外一个别墅里面存的有一些方天化级 我们要把这个方天化级给他卖了,然后再挣一些钱 现在我的钱已经不多了啊,只有1000多美元了 所以说卖这个方天化级啊,还是比较划算的 不过已经不多了 好的,买了3万多块钱,现在我们就开着我们的摩托车出去了 我的摩托车应该,刚刚在家里面,早知道我就开过来了 刚刚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我们没有这个跳落无伤的功能了 所以说还是小心一点吧 开上我们的摩托车,出去找一找 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恐龙 我们稍微开慢一点啊 因为这个动物刷新,速度比较慢 或许我们搜了一下,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他才慢慢的刷新出来 嗯,好像并没有见到 哦呦呦呦呦呦呦,出来了出来了,这前面是什么鬼啊 哇塞,这前面应该是河马了吧 我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甘蔗吗 弄掉啊,你们看一下是什么 甘蔗啊,可以制糖 我有点饿了 这个生鸟肉不熟啊 买点面包吧 买九个面包,应该已经足够了 吃点面包 吃点面包 可以了啊 现在我要想一想 我能不能打过这些河马 哦,鳄鱼鳄鱼 这鳄鱼从这个水里面爬上来了 他们俩会打架吗 我们 垫下鳄鱼 哇,他过来了,他过来了 呵 幸亏我没有雷神之水啊 直接把他给垫死了 我的天呐 这鳄鱼还是挺大的啊 好的 沙斯塔竟然掉落小鱼竿啊 这个河马要不要逗一下 关键是我的等级太低了啊 我估计 我跑的没有他的速度快 我们来试一下 好的,果然啊 我的速度没有他快 不过你过来啊 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我不得 哇 这是什么鬼啊 这 来来来 诶 哇,这什么草 竟然可以伤害这个河马 解锁河马 OK 哇塞 这么多的肉 这比较神奇了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个 我竟然碰到他会受到伤害啊 哇哇 看到了吗 哇 我那个去 我都快被扎死了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金鸡丛 这个可以啊 哇 这边也好多耶 我们可以把它给撸回家 当做我们的防护栅栏 想法不错 我们就去就切碍了 小伙子 行 悦 我 是 对 我 有 好 好 我